还有不够一个月就到农历新年 黎乐意这一锅要担任升级厨神 下厨设计一道团年菜式 乐意都亲自介绍 这道名为包你黄金满屋黄子鸡 好而投菜式的构思概念 这个我想整件事的感觉好像包罗万有 你一包罗万有即是有鲍鱼 还有一个食材我是冬天我很喜欢的金蠔 它的蠔味是很新鲜 冬天才有的 还有我今天煮了一只鸡 希望大家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经常说一定要教大家一些很简单 家里都煮到大摆盘很漂亮的一些菜 我今天就设计了一个 好意头的黄金满屋的鲍鱼鸡 试入厨的人一定喜欢逛街市选择食材 乐意就是其中一人 他解释因为喜欢那份人情味和食材新鲜 其实我为什么喜欢街市 因为人情味很浓 你放下去今天有什么好东西 他就会跟你说今天我又留了什么给你 或者我们有个好处 他会经常留一些好的小小东西给我们 因为一些部位其实真的要留的 比如牛或者猪 不见天 这些肉的部位真的要跟一些当主熟 他就会留给你 我儿子一进去给他交代 他出来就会满了 那些东西 真是满了而归 我每次很喜欢带我儿子去 因为我儿子是 姐姐,那些东西很漂亮 别人就会给你 每一档 由第一档开始给你 到最后就会全都存在 原来很害怕 是杀手间 所以我儿子去街市是很聪明的 去年定下目标 将饮食生意短时间拓展至十几间 现在已经差不多达到一半的目标了 我们希望在新一年 可以隆隆隆隆隆 去带一些好的一些餐饮给大家 其实我记得我上一次做访问 都希望我们可以做晚一点 整个香港所有东西都可以做晚一点 因为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件事 很多人很早回家 都是呀 尤其是商场或者所有东西都很早回家 我们很希望大家可以玩晚一点 以前我们两三点才回家 现在大家这么早 9点才回家 我们都年轻过的 我们都年轻过的 所以我都希望我们香港 可以有多些不同的夜市出现 或者多些不同的大型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一起参加去玩一下 这个我希望可以快点见到